龔佳是从以前就是一直是 可能还不算保守啦 他是就是比较温清 老实说我觉得最开始的一个先决的原因 就是身材条件的问题 就其实我没有办法走性感的路线 然后但是我觉得保守有一些好处倒是真的 因为像我自己就是会觉得 有的时候如果突然真的打扮得比较性感一点 就会比较多人就是突然就会赞美你 可是如果你一直维持在 我就是很性感的状态 就是你有时候就好像穿得比较保守一点 大家就会觉得你知道今天好比较暗淡 真的 你不要这样 我今天看你穿这样感觉气质很好 都没什么讲话这样 他就是爱你弄的 就基本上就对我们的期待不会太高 我觉得对因为你看他们 就是穿得比较保守对不对 你就会觉得他们好像是有气质这样子 然后如果穿性感一点 你会觉得说 小露性感不错 你今天很漂亮这样 然后他们两个穿性感 你就会觉得真的很性感 然后当他们穿衬衫的时候 你就觉得色情 好超红衣的感觉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是那种就是混血的脸 然后就是很性感 然后声音也是那种烟嗓 所以你就会觉得他就是应该会穿丁字裤 或是性感内衣那种 然后结果他就交了男友 结果他事实上是穿阿嬷内裤的人 然后男友就是真的有傻眼 但是像我们就平常穿阿嬷内裤 他们就会觉得合理 合理他才能倒 对啊 我们有没有讲 如果我穿一个T恤 和婚友仔裤的 大家都会说 安妮 你怎么了 你还好吗 你身体不好吗 你累了吗 会这样子啊 怕累 是生病的才会穿 本来就是啊 没有人说 生病的才会穿衣服 没有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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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好看 漂亮 性感 你性感啊 被战斗民族抢了 小心人 但讲真的 刚刚讲到穿阿嬷内裤 我想不管是任何女生穿阿嬷内裤 男生应该都受不了 对 对 我没有办法 我阿嬷内裤真的不行 阿嬷内裤很舒服 穿得保守是 就她还是可能好看的 可是阿嬷内裤真的 好 但在你的印象当中 你认定的阿嬷内裤是长怎样 就是那种比较大件的 然后可能就是 肤色 肤色 对 肤色这种 肤色的内裤不是 就是工作的时候才穿吗 安全裤 对啊 你在家里穿肤色的内裤 可是有的时候我也会穿 那种肤色高腰的内裤 就是遮住肚致 对啊 对 这高腰到这里这样子 然后整个 对啊 很好穿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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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真的肚 肚子会冷 而且会着凉 所以一定要盖住 真的 对啊 很好穿 我没有看过到底是 要不然你们穿 就是这样啊 我今天也很舒服 真的啊 对 但是你们生活当中 应该有遇到一些 悲惨的这些 生活经验吧 我遇到很多 悲惨 我跟妳讲 性感不见得很 真的 因为其实刚刚在想性感的好处 我真的想不到一个 但是悲惨的经验超级多 比方说我觉得就是 如果你平常就是走 比较性感风格的女明星 安妮一定也有过 就是收到鸟照 真的 你有收过吧 深植池的照片 是喔 鲁鱼 你们有收过吗 还真的没有 还真的没有 不是 那你问这一排说有收过吗 然后Teddy说有 没有啦 Teddy可能有 但是 真的假的 我没有开玩笑 就那时候因为 就是IG 他传图片过来会模糊 对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他传什么 一打台我傻眼 就是 一秒照 不是 为什么要传给我 那传错人嘛 Oh my God 你怎么把脸红啊 对 因为想到还是觉得有点 觉得 很恐怖的画 我觉得 我第一次收到的时候 就直接骂一个章话 想说一大清早 为什么要看到一个就是尿 我就是觉得什么东西 为什么要收到这个 可是 后来我一开始 就会觉得说很害怕 就心情很差 可是我后来就已经习惯了 我有一次就回他说 你当我是蜜尿科医师吗 为什么 你只敢漏鸟 不敢摸鸟 对 而且我觉得不是在网络上面 会遇到这种骚扰 我在现实生活中 连搭捷运 这么多人的地方 都有遇过变态 捷运 对 因为那个时候是 应该是元宵节灯会 然后是办在 国父纪念馆附近 我在忠孝敦花要上车 可是他每一班来的车 人都超级满 满到一次大概 只能上去一个人 然后我就好不容易 上去一班车之后 就是有小朋友 在车厢里面叫说 妈妈我不能呼吸了 那种这么几度 然后我那天穿的比较高 我穿一个很紧身的 Legging跟马甲 马甲 对 就是 元宵节你穿这样干嘛 我不是去过元宵节 我只是就是日常而已 跟朋友吃个饭 然后我就自己离开了这样子 对 然后我那时候 一进车厢的时候 就觉得我的腿中间 有卡了一个东西 但是因为我那天穿高跟鞋 我想说可能是 某个女孩的肩背包 或什么 硬硬的卡在那里 对 结果后来 车子就开了 我就突然发现 我腿中间的东西在动 仙女妞妞要您直达顺畅 勇德生技高鲜有效 邀您贡赏今晚开赞吧 然后我就觉得是什么东西 我就回头一看 是一个男的的手 回头一看他的手 他手就已经离开我的身体 好噁心 好噁心 电车吃汗 对 对嘛 然后我这一次遇到 我就傻眼 我就瞪着那个男的 我就也不知道要怎么反应 他就戴着一个口罩 好刺激 也没有 刺激 不是吗 太噁了 太噁了 然后刚好那一站到了开门 他下车 我就立刻要跟出去 结果他不是离开 他是去隔壁两个车厢上车 他就是心虚 因为他刚刚做了这件事情 他再去找下一个目标 对 对 惯犯 回家跟我妈讲这件事情 然后他也没有安慰我 我就回房间之后想一想 越想越难过就哭了 那个很恐怖 对啊 他回难过 他都不知道怎么办 真的 不知所措 小时候碰到这种事真的会很害怕 真的 对啊 对 我跟你讲 我真的觉得 他也在电车上面 不是 我是惨遭滑铁路 在夜店 因为你知道呢 其实我就是 虽然身材没有对面的好 但是我有一点脸蛋吧 然后 下面一位 然后我那一次呢 是我一个国外朋友回来台湾 然后我们就一起 当然就去夜店剧 他大概有三个我三倍大 那么快回来他们非常敢穿 他那天到夜店呢 他就是长发嘛 然后他穿了一个像你这样的鞋尖 可是他的鞋尖是 没有像你这么高 他整个鞋尖下来是 另外那边是只有遮住点点而已 他一半的胸部和整个肉 全部都溢出来的 脂肪太多 对 脂肪整个都溢出来 然后再加上群肠 大概只有遮住内裤而已 稍微可能你稍微弯一下腰 他就会看到你的内裤的那种 他就穿这样 然后我们两个 我就想说我们两个就是在 吧台准备要拿饮料 远方就有一个男生走过来 那个男生是老外 就感觉晒得很健康 就我很喜欢的那一种 结果他来了之后 他就是在我们两个中间 先点了饮料之后 他就直接面对我那个朋友 很敢穿的那个胖胖朋友 直接面对他 然后就这样子侧着 就把我顶开 然后享受他们两个世界 他是来跟他搭讪的 然后我就想说 我当天大概穿的也是像我这样 也是有腿 然后有一点点小肉性感 我也没有穿得很差 而且我有脸耶 你到底是怎么了 而且他肉都溢出来了耶 可是就是青菜蘿蔔各个所好 真的很多男生是喜欢肉肉的女生 对... 我要吃什么 我不能接受 但是在夜店真的是一个很 就是保守和性感的最现实的分别 因为我那个时候 我记得我刚成年的时候 跟我一群朋友 因为大家物以类居 所以我朋友也都是那种 保守传统派的 然后那一天是大年初五 因为就是天气很冷 但我们就突然很容易要去夜店 那通常礼拜三 不是都是Ladies night 对... 然后但我们心里面就有点 那个... 觉得说大年初五 会不会有时候过年的钱 过年人家开店 不是有时候要钱吗 就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问说 请问今天就是Ladies night要钱吗 然后他们看了我们一眼就说 要一个人五百 结果到下面以后 就遇到我同学的朋友 就穿得很辣 然后跳得非常开心 然后我们就问了那个 穿得很辣的朋友说 你进来有被收钱吗 他说Ladies night 为什么要付钱 就是因为我们穿太厚了 然后就每一个人都付五百块 还比平常的费用还要高 算真的 我从来去夜店 不管在日本 在俄罗斯 在台湾 我从来都没有付过钱 他们觉得你这样很漂亮 你在夜店也帮助他们 因为很多人觉得 对 我们对妻子比较好 我还一直在那个在纽约 然后我就跟朋友去夜店 然后后面有另外一个女士 两个女士 然后他们在门票的那个 那个人 买门票的 他就想让我们进 然后后面的人 我们就在那边还花口红什么的 他跟他们说 对不起 我们今天没位子 如果你们要就是进 你们要买table 对不对 然后他们说 好 我们可以啊 他说一个table要三百块 三百块美金 美金 他故意就是说很贵啊 对 你知道吗 然后他们说 可以三百块可以 然后那个女士说 那你们就是买table 你们还是要买三倍 他就是一直买 买一层故事 你知道吗 然后我觉得好可怜啊 就这样就不容易啊 好解决啊 因为他们很多电影跟影集都会啊 他们在排队的时候 不会都几个超辣 然后就直接让他进去了 对啊 就是这样 但是呢 不是穿着性感 任何时候都是吃香 应该也是有穿错地方的时候吧 我三四 去年嘛 我身家小孩的婚礼 你们都在吧 对 然后会觉得 我很有礼貌 我喜欢这么漂亮 然后就是很尊重他们的婚礼 对不对 然后我穿这件衣服 然后觉得 还弄个头发 然后去那边跟大家拍一拍照 我跟每一个他们的朋友 跟每一个都拍一拍照 就是说 所以中间那个不是 中间的是安妮 我告诉你我几乎都没有吃饭 我都跟大家拍照 跟大家聊天 觉得我真的人好好 小孩应该很开心 几天早上我起来 哇 很多新闻 啪啪啪啪啪啪 很多人在找我 我说 昨天好像没有什么活动 为什么这么多新闻 他们就是说新闻的开头说 安妮没礼貌 你以为你是做烘烫吗 你是什么什么什么 一直骂我啊 清闻是这样写的 对啊 安妮那天真的辣了吧 她整场在那个中间 桌子跟桌子中间热舞 一直跟男艺人热舞 超辣的 你好好看 真的 因为我觉得台湾人 有一个就是蛮奇怪的迷思 我们去穿 参加婚礼的时候 不能穿的比心 穿白色啊 对 漂亮 对 没错 对 所以就是 可是国外的婚礼 真的没有人在做 没有 你就是比不上 你不管怎么样 你还是不会比她漂亮 因为她穿白色的衣服那种 蓬蓬的那种 你不可能比她漂亮啊 我们俄罗斯在国外 我们就是说你去婚礼 我们就是还特别买 漂亮的衣服啊新的 就是去那边 只要你才给她们看 我真的很在意你们的婚礼 你不可能就是穿牛仔裤 然后去那边吃个饭 打包回家 不可能这样子 我觉得是民俗不一样 对 像外国你参加婚礼 是只有一个经纪 不能穿白色 对啊 对 其他都可以穿 然后你一定要很高 一定要跳舞这样子 不然你就去那边这样 我很累啊 我只要吃个饭 就是没礼貌啊 就是这一件衣服 你们想看吗 想看 我只有穿过一次 我的素材都不敢穿 对 被骂过的时候不敢 真的 你这件就是新娘穿的 那是宋客这一套 对啊 宋客 超辣 超辣 辣爆 好美喔 看真的很美 然后这边好像中间还有 有吗 有露腿啦 我记得有露腿 有有有 我可以去换衣服嗎 那一件很漂亮 真的喔 就是说 我有一天结婚 你们来我的婚礼 拜托 全来 拜托 那你什么时候要结婚 我什么时候结婚 对啊 谁知道吗 谁知道吗 谁知道 你说你的婚礼啊 我 我一直要知道 不要结婚 我什么时候结婚啊 我 你今天丑恶了喔 对 可是因为他自己讲说 我的婚礼 没关系 我已经喜欢了 他就是一个没礼貌的 好